中秋月園人团圆不过家住在喊端乡 高龄92岁的余奶奶却是孤单过节 为了让偏乡独居长辈感受社会温情 台东基督教医院居家服务团队 疫情20多人前进部落 帮余奶奶梳洗染发粉刷墙壁 还下厨料理的一桌好菜 陪余奶奶共庆中秋 东基居家服务员拿着发书 将染发剂轻轻刷在余奶奶的白发上 不一回功夫余奶奶戴着新发型亮相 脸上藏不住喜悦 92岁的余奶奶独居带海端乡兴无旅部落 早年丧夫绅士坎坷 加上患有侏儒症及退化性关节炎 竟然以塑胶以待步 但却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 也因此被照顾员们称为喜乐阿嬷 中秋前夕台东基督教医院居家服务团队 不舍余奶奶孤单过节 于是出动20多人前往家中 为她打理面容居家环境 并下厨料理好菜 接伴与奶奶共度中秋佳节 感受团圆的温馨气氛 东基从1988年起提供居家服务 服务范围包括台东海端、池上、关山、陆野、延平等乡镇市 共服务560多位老人 中秋共餐关怀行动 也让偏向独居长辈能够过个真正喜乐的节庆 这些小家会海端相报道 接着 字幕提供